從它的software底下,你可以跟著做,現在就跟著做,這樣是最快的 從它的software底下呢,你就下載這個and to touch is software suite 那下載完之後呢,你就把它解壓縮 那如果你是用我們教室裡面的Mac,如果它沒有解壓縮軟體的話,你可能要下載一下K卡這個軟體 那如果有解壓縮軟體的話就不用了 好,那如果你已經有解壓縮軟體,你就給一下,它就會解壓縮出一個專案 一個資料夾,就叫Name to Tetris 那這個資料夾裡面呢,會有一個叫Tools的紙資料夾 這個紙資料夾呢,裡面我們目前會用到的是Hardware Simulator 這一個程式 可是問題是,如果你在家裡的Windows底下你用的話 那就只要把這個BAT點兩下,就可以開啟這個程式 但是前提是你已經裡面有安裝Java在裡面 就可以直接做,否則你要先去安裝Java 但是因為這間電腦教室是Mac 所以呢,它是屬於比較像UNIS系統的東西 所以它是用Share 那這個Share如果你直接點的話呢,你會發現 它拿編輯器來開喔,這是不對的喔 這對我們來講,我們不是要它做這件事 我們要執行那個軟體 所以它拿編輯器來開就不對了 那怎麼辦呢,這時候你可以用終端機 好,我已經切到這個資料夾 那如果有同學對這間教室還不熟 那就請你,你可能一開始會是在這裡 你一開始可能進到終端機的時候會在這裡 然後你去切換 我這個已經把它拉到桌面了 剛剛那個在下載 那如果是下載的話應該是切到 切到那個download 那我現在是在desktop桌面 那我現在切到這裡之後呢 我已經進來剛剛的這個tools資料夾了 但是這裡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剛剛解壓縮的時候呢 這邊它的執行權限X會是沒有的 執行權限的X是沒有的 那我剛剛已經做過一遍動作 就是我把它的執行模式改成755 755的話就是我自己可以執行 那其他人呢就不能執行 可能大家都可以執行 然後你看這個S RWSR 那有S的代表可以執行 那就代表我可以執行 群組可以執行 然後其他人可以執行 那所以我改成755 我怎麼改呢 我就直接把所有的.sh 通通都改成755模式 那這樣子它就可以執行了 那我接下來我在這邊直接打Hardware 要點斜線 點斜線Hardware Simulator 點SH 好 這樣子的話它就會打開一個模擬器 好 那打開這個模擬器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測試你的程式了 那可是 有 有點問題喔 是因為 這一個視窗不夠大 那各位可能都夠大 因為我習慣自弄比較大 所以這個視窗不夠大 所以我需要的話 我還得要再調整一下 它的解析度 這樣子 視窗 才足以讓我看到最底下的 的訊息 OK 好 但是這樣各位看到的字就變小 那我現在可以去載入 載入 譬如說 像第一章裡面 它要你寫有and and 16 dmas or 這些 嗯 程式 就是這些 這些習題喔 那你就要去選擇 Lotus Grid 去載入這個習題 然後去執行 但是 當你去執行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說 失敗了 他說 comparison value at 9.5 第五行 失敗 那為什麼失敗呢 你可以選一下這邊的 output 或者是compare 就會發現說 嗯 他其中 所謂的第五行失敗 就是第五行的值 是錯的 那為什麼會錯呢 很簡單 因為我們什麼程式都還沒開始寫 所以當然是錯的 我們要把我們的程式填在這裡 那 填對了之後 你去執行才會是對的 好 那所以我們要去改 我們要去改 那改什麼呢 改 在剛剛這個 上一層的地方 往下這裡 project 這就是我們的 城市所在之處 我點這一個 把它打開 嗯 因為 我得先開個編輯器 那 我先開一個編輯器 來把它 打開抓進來 有 我先開個編輯器 在應用程式裡面 這邊 嗯 目前有 subline 那就用subline來開好 好 那我把這個程式抓進來 抓進來之後呢 我們要去 寫程式 寫完之後 正常的話 那它才會過 好 那這個程式的語法 怎麼寫呢 呃 它這邊會有文件 但是 我待會再告訴各位文件 我們直接先 弄個捷徑 因為我已經把所有作業幾乎都寫完了 所以我把過去的作業 拿一個出來 用就好 好 那這邊是我放到Github上面的我的作業 好 那在這裡 我們看到這裡有and.hdl 我在這個作業上面 我在這個作業上面 我只加了兩行 那我就把它 拿進來 貼進去 好 那為了讓各位更方便起見呢 我直接把這兩行貼在社團 好 那你就會知道 比較方便各位 暫時 先繞過去 直接使用 好 我現在把它貼進來 存檔 好 存檔完之後呢 我們再執行一次 剛剛的 這個 我開了兩次喔 所以 其中一個是空的 我把它 翻掉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 再重新執行一遍 喔 我還沒放進去存好 看一下 我存到哪裡去 我是不是存錯地方了 我現在這個是放在 應該是要放 是桌面的那一版 對桌面的那一版 所以我要選擇桌面 選擇Name to Tetris 選擇Project 選擇01 然後呢 把這個蓋掉 OK 所以我剛剛 存錯地方 好 再執行一次 好 現在程式碼有進來 我從這邊 這邊可以看到 好 好 這樣子他的執行就是成功的 好 如果 執行失敗的話 底下就會有紅字 執行成功的話 底下就是黑字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訊息 現在他說 Compars and Ended successfully 代表你執行成功 那如果紅字的話 他可能寫什麼樣的error 或 或 在哪一行 出錯了 好 好 那所以現在就請各位去試一試 確定 你會用 這個軟體 回家 你如果是用Windows 其實是更簡單 好 一樣照這個方式 那我已經錄了一個影片 如果你回家忘記了 好 那就請你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好 今天我們要來講 好 好 這個影片呢 我 從頭到尾示範了一次 剛剛的過程 好 那你也可以 看看 好 那待會我這個 現在的錄影也會放上去 所以你也可以 看著現在的錄影去做 也可以 好 OK 那現在就讓我們回到 原本的模式 因為 各位會看不清楚 所以我還是回到 大一點的模式 OK 那 差不多 把工具先介紹完了 那各位先試做一遍 確定沒有問題 我們再繼續接下來的課程